2023年已经过去5个月了 你们还记得去年最受关注前10名YouTuber有哪些吗? 让我们带你们一起回顾第10名黄氏兄弟 黄氏兄弟YouTube频道 是由兄弟党黄雍哲和黄廷伟共同创立于2017年 以其风趣幽默的表现风格迅速走红 评级他们以做一个有温度的人为理念的努力 黄氏兄弟频道的订阅人数已突破212万 成为近年来网络圈A的一股势力 兄弟俩擅长拍摄各式各样的影片 如上课不要偷吃 兄弟互整和改造房间等系列 接受到网友们的热爱 此外 他们还跨界涉足音乐领域 制作首张单曲MV不专心 至今观看次数已突破2000万次2022年度 黄氏兄弟的高讨论度影片 发生在哥哥哲哲生日当天2月10日 弟弟维维策划了一场24小时突袭 寿星送生日礼物惊喜活动 让哲哲感动的眼眶泛泪 许多粉丝纷纷在该影片留言线上祝福 并对弟弟维维的生日企划赞不绝口 留言表示 这个生日企划也太猛了吧 真的好感动 这次的生日企划班好大 竟然有20多位创作者来庆祝 黄氏兄弟的成就 充分展现了他们在娱乐圈的影响力 两人已充满热情 看正能量的影片 持续掳获粉丝们的心 未来 黄氏兄弟仍将以其一贯的风格 为粉丝带来更多有趣且充满温度的作品 第九名TWICE 知名网络游戏实况主兼YouTuberTWICE刘伟健 曾在2012年英雄联盟赛季世界大赛中获得冠军 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自2014年创立YouTube频道 以来 TWICE除了制作游戏题材影片外 还以美食公道博系列拓展频道内容 他对米其林餐厅的犀利评论经常引起观众热议 然而 在去年1月15日 TWICE遭爆出因不满遭积压后 公司负责人未经同意更改社群媒体账号 因此提出诉讼 负责人随后回应 两人决裂的真正原因是 诈赌赔偿金 瞧不拢 事情在TWICE在YouTube频道 宣布与对方达成和解 并取回社群账号后 才暂时告一段落 网友们对此事件给予关注 纷纷表示 庆幸双方达成和解 留言表示 恭喜双方和解 希望能抽 PoGo 和解是好事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此次事件的和解 让粉丝们期待 辉岁来 能专注于创作 继续为观众带来 更多精彩的游戏实况 和美食评论 作为一位实力派游戏实况主 TWICE在游戏圈内 享有极高的声誉 凭基着他的实力 和对游戏的热爱 TWICE成功在YouTube频道上 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粉丝群 未来 粉丝们期待TWICE能继续为他们 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满足他们 在游戏 与美食方面的需求 第八名 这群人 特稿 网红团体这群人GAP成为全台首组达200万订阅YouTuber 掳获粉丝心 网络圈中 当提及团体型YouTuber时 许多网友自然会想到 红遍全台的百万网红这群人GAP 成员们在高中 大学时期多半来自戏剧科 并且是同班同学 他们已贴近观众生活 写实且幽默的短剧风格为特色 成功成为全台第一组达到200万订阅的YouTuber 展荣 展睿 音声 尼克 董仔 沐昕等成员也分别创立个人频道 进一步吸引更多粉丝 关注追踪 去年4月1日愚人节当天 展荣 展睿 和其他知名YouTuber如皇室兄弟 阿滴英文 重量级 Cloud等合作 共同分享了一部名为 我们把频道卖掉了的影片 该影片 不仅让观众会心一笑 还让许多人赞扬 展睿模仿阿滴拍片的表现 极具趣味 网友们纷纷留言称赞 展睿学得蛮香的矮 这部影片 真的很还原阿滴 在Google的拍摄矮 不管是台词 或是访谈成员 作为一支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网红团体 这群人 GAP持续以创新的短剧组 作品神兽观众喜爱 未来 粉丝们期待他们 能继续带来更多 引人入胜的短剧 为观众提供更多 欲教娱乐的娱乐体验 第七名反骨男孩 受到年轻世代喜爱的团体型 YouTuber 第二YK Boys反骨男孩 最初由酷炫 孙生和伟哥组成 他们一开始以成为艺人为目标 后来在YouTube找到创作领域 评级模仿节目 中国有嘻哈的影片 台湾有嘻哈而声音大噪 虽然少数音乐人认为 他们是在拿饶蛇开玩笑 但仍然在社群媒体上引起网友热烈讨论和转发 反骨男孩自成立以来 陆续有琳达 裴根 蕾 艾瑞斯 陈宇谦等多位团员加入 去年5月 双胞胎成员轩姐成妹参加了Draman的 说是要对决减法挑战 发型是Andy根据美眉蔡爱诚的头型设计发型 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美眉眼眶泛红 疑似落泪 遭到质疑不够敬业 然而事后有许多观众出面替其缓夹 表示剪这种发型的人才17岁 换作是谁都不能接受吧 喜欢大众发型的人当然觉得不好看 但有个性 喜欢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就会觉得很适合 YK Boys 反骨男孩 以及独特风格和不断创新的作品 赢得了年轻世代的喜爱 在未来 粉丝们期待他们能继续推出更多有趣 或有创意的影片 为观众带来更多欢乐时光 第六名金真姑 一个熟悉的开场白 大家好 我是韩沟金真姑 来自韩国的YouTuber金真姑 在台湾引起热潮 金真姑自从来台就读台大中文系后 于2018年开始经营YouTube频道 将韩国奶奶来台品尝美食 旅游的影像记录呈现给观众 他的影片受到粉丝热烈欢迎 其中一部预告片更让粉丝惊呼 18秒就完胜其他YouTuber光是预告片 就足以让人感动 金真姑现已从小黄屋搬到宽敞明亮的租屋处 订阅人数突破120万人 去年 他与全家便利商店合作 推出大饭团 包子等联名商品引起广泛讨论 曾经有PPT乡名好奇发问 韩国金真姑为什么突然在台湾爆红 许多粉丝点出关键原因 之前有跟脱北者聊天啊 那时候爆红的 脱北集来台阿玛那几部 点月爆增 有种说不出的观众缘啊 算男女通吃的类型吧 截至今日 韩国金真姑的总点月数 已爆增至1.5亿次 成为新一代 当红炸子鸡 金真姑以其乐观开朗的性格 真诚亲切的形象 深受观众喜爱 在未来 粉丝们期待他能持续带来更多有趣 富有人情味的影片 展现在台湾与韩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美好回忆 第五名馆长 海军陆战队中式副排长出身的馆长陈之翰 自2007年 创立馆长成吉思汗频道以来 累计109万人订阅 陈之翰 于2014年开设健身房 成吉思汗健身俱乐部 成功引起更多台湾人 对体育赛事的关注 此外 他还建立了服饰品牌 恶名昭彰 Notorious 贩售精能饮料 乳清蛋白等商品 其敢呛敢言的风格 成为媒体焦点 去年 馆长因真扁实事 而引起广泛关注 虽然被外界形容为 政治变色龙 他与时代力量立委 黄国昌的合作 仍受到热烈回响 2022年12月3日 馆长在直播中逐次回应立委陈明文的声明 爆料称 当红YouTuber接受民进党标案 引发社群正反两极讨论 网友们纷纷表示 支持馆长直接说出来 真的话快爆出来 只剩馆长愿意为正义发声 陈之翰馆长不仅在健身界建立了崇高地位 还在政治与社会议题上发挥影响力 他的感言感行 和充满正义感的态度 赢得了众多粉丝的支持 未来 陈之翰馆长将继续在健身 政治及社会议题方面发挥其影响力 持续极其热烈讨论 第四名 嘎嫂二霸 蔡阿嘎的妻子 嘎嫂二霸 李佩杰 在就读大学期间 曾在前立委张花官竞选总部打工 评级甜美的外形 一炮而红 后来 他跟随丈夫蔡阿嘎的脚步 共同创立嘎嫂二霸蔡波能 SDaily频道 分享儿子蔡波能的日常生活 以及自己的育儿经验 成为许多新手妈妈关注的 YouTube频道之一 在2021年4月 成立哈贝宝币品牌之前 嘎嫂二霸 已经开始拍摄 二霸手作小教师系列影片 教导观众 如何在家DIY制作实用小物 品牌成立后 嘎嫂二霸 坚持MIT制造 并积极参与市集百摊一卖 将所得捐赠给工艺团体 嘎嫂二霸的行动 赢得了粉丝的赞誉和尊敬 网友纷纷表示 把赚来的钱捐工艺 不论是观众或是社会团体 都有回馈到 感谢二霸坚持传统产业 支持台湾制造 很喜欢出任务的计划 很喜欢出任务的企划 嘎嫂二霸 与蔡阿嘎夫妇已真诚 勤奋的形象 赢得众多粉丝的喜爱 他们的Hajababy品牌 更为台湾传统产业 带来新气象 未来 刚嫂二霸将继续在育儿 手作教学 以及工艺方面发挥影响力 持续回馈社会 第三名蔡桃桂 只有四岁的蔡桃桂 已经成为最小YouTuber 和最小网红 自出生以来 就受到无数粉丝的簇拥与支持 她在第二届走中奖中 以超可爱大师 兼龙新名影片 夺得最佳男主角奖 并成功突破 YouTube百万订阅大关 以其超萌外貌 成功圈粉 尽管蔡阿嘎和嘎嫂二霸 此前表示 蔡桃桂入学后 将会减少在镜头前的曝光次数 但去年有观众发现 她在幼稚园期间 仍然活跃于影片中 对此 有观众表示 蔡家的影片 本来就是以日常生活为主 小孩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难免会出现在影片中 另一方面 有粉丝指出 蔡阿嘎是屯片大师 也许在桃桂上幼稚园一两年后 我们仍能看到以前的片子 蔡阿嘎在后续的影片中强调 未来将以不同形式 分享育儿生活 这样的回应 让粉丝们倍感期待 期待看到更多蔡家的温馨时刻 和宝贵育儿经验 作为最小的YouTuber 蔡桃桂在短短几年内 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未来她的发展 将继续受到大家的关注 第二名阿汉 被誉为2022年 最具代表性创作者的百万 YouTuber阿汉曾文汉 凭借自创虚拟角色 薯条妹声名远播 去年 她以算命阿姨料理方的经典台词 九天选女酱肉迅速成为网红 算命阿姨 九天选女之天女散花影片爆红后 更成为网路时事流行梗 迄今 YouTube上该影片的观看次数 已超过1211万次 阿汉在去年受邀 参加第57届金钟奖 开幕特级影片的录制 与主持人曾宝一 博士唐启阳携手完美串联 五部入围戏剧节目奖的作品 影片曝光后 受到观众的热烈赞誉 纷纷表示 我有预感下届金钟 阿汉就会入围了 太精彩 从薯条妹到现在 一路以来 你的才华大家都看在眼里 有现在的成就 我想大家都很替阿汉开心 会唱歌会演戏 还有主持的潜力 期待有朝一日 可以看到阿汉拿完三金 阿汉评级其多才多艺 不仅在YouTube平台上 取得了高度成就 还受到主流媒体的青睐 如今随着他在金钟奖开幕特辑中的出色表现 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阿汉的成功故事不仅让粉丝为之振奋 也为更多年轻创作者带来了鼓舞和激励 他的多元才华和突破传统的创作风格 证明了网红文化已然成为影响力不容忽视的力量 未来 阿汉在影视 音乐和主持等领域的发展值得期待 相信他将继续为粉丝带来更多精彩作品 第一名蔡阿嘎 被誉为YouTuber界长心术的网红 蔡阿嘎 蔡伟佳 始终保持着高人气 成为许多创作者的楷模 自2008年起 他以爱台湾为主题 创作出许多经典影片 如因八抢三 说韩国 而愤怒烧毁ROOTS 骑车免爆三星手机等 使得蔡阿嘎 在YouTube圈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此外 蔡阿嘎接连推出嘎其卖唬烂 嘎名人落台语等有趣且实用的影片 结婚后 还推出蔡陶贵的成长日记 更是大手笔 找来其他YouTuber参与环导挑战号 使蔡阿嘎频道 创立15年来 人气始终居高不下 长期在YouTube领域深耕的蔡阿嘎 始终不忘回馈粉丝 去年 她更是将圣诞公关礼物 透过抽奖 送给粉丝 让观众纷纷留言赞誉 谢谢台湾山下之久 回馈粉丝们 嘎哥真的是我第一个关注的 YouTuber嘎哥果然是嘎哥 不仅疼爱员工们 还那么照顾粉丝 太爱了 蔡阿嘎在YouTube界的成功故事 激励着无数新进创作者 她们向着这位凯摩学习 希望能在网络世界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而蔡阿嘎的网红生涯 也将持续下去 带给粉丝更多精彩的作品 和无尽的欢乐